MING PAO CANADA 浮世間 晚安歡迎收看《勁飛一路》的環節 又是我主持世榮 今次節目主要跟大家講解海外指數 其實海外指數都是一些外圍的折扣 或者是一些專家去看的指數高低 通常指數高容易跑出來 不知道是不是 我都是參考別人的節目 下面看到的 另外也會有說 左邊到右邊是1至10場 滲灰色 打直望1至14當然是馬仔 頭牆都有隻比較高 1場的4號就是很有無敵 不過文家良馬房高的指數 我通常都會看低一點 另外3場2號那一匹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上次萬步速都衝上來的電腦1號 這一匹無疑是有實力 亦都是我的第二選 我還未調位 可以擺第一 都沒有問題 我想都是穩膽 至於8場那一匹高的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87 7號那一匹 就是轉倉的年年歡樂 轉倉當然是成為風頭等 其在9場都有2號 有2隻 一隻就是8號的人和嘉興 用周俊樂當然希望可以放到回來 不過見習生通常輸一些 大熱門都是這樣的 就是指數高 算起來好像贏定那些 就不知道為什麼放到回來也沒有 另外就是初出的左字永驅 我覺得不值 真的這麼厲害 所以10號我就看低一點 至於美場那兩匹 那隻11和12 一匹就是 糖糖幸運 另外一匹浪文組合 一放一追看 你相信潘頓還是萊拉 我覺得斯蘭比較看前都會好一點 所以擺前走的糖糖幸運 11號又有個一檔 對它來說都會好一點 我想在這6、7匹裏面 指數高的兩匹比較實正 可能是電腦三場借2 另外就是 人和嘉興其實也不算太穩陣 所以尤其是頭場一場四那隻 很有無敵也不算十分理想 所以我覺得比較穩陣的 可能是年年歡樂轉倉出 或者是三場二班16個匹電路3號 甚至乎 美場那隻糖糖幸運 都可以考慮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調到今日看 大家都要留意 稍後會有更多精彩節目 今晚還有隔夜非熱錢財經 大家千萬不要走開 多謝收看這個勁飛一路 我們晚一點再見 拜拜 希望你們這個馬桂 大家都贏多一點 贏多一點來做善事